时间一晃来到了2024年 马上要到来的除了新春佳节 还有Intel的14代HX 但是由于显卡并没有迭代 不少过年想买游戏本的观众 还是得把关注点放在了13代和40系的游戏本上 而在经历过几轮价格之后 目前6000元价位段也确实有不少好选择 例如这一台红旗掠斗惹青NEO 作为已经红火了大半年的性价比机型 它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在这新旧交替之际是否还值得购买呢? 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照例来看一下机器的基本配置 出力器是i5-13500HX 显卡是主流的RTX4060 内存为双通道16GB 4800MHz 硬盘是1TB的PCIe 4.0M2固态 本次我们选择的是1200P屏幕的版本 目前价格是6393元 另外还有一个2.5K的版本可选 价格是6785元 回归正题 机器的外观设计走的是比较张扬的路线 A面采用了金属 并且不仅有品牌的标志 还有一些文字和图案点缀其中 质感也还行 但是喷沙表面堪称指纹收集器 机身尾部还有蓝色的装饰 让人一打眼就知道是游戏本 剩余的部分则都采用塑料材质 C面还算凑合 D面的设计就有些复古了 总体整机的外观和质感算是符合价位 毕竟是性价比机型嘛 屏幕支持单手开合 阻尼感适中 但是稳定性一般 触摸版也是游戏本的普通水平 键盘的布局还算是人性化 小键盘和全尺寸的方向键都齐全了 就是电源键没有独立出来 反而性能切换键单独设置了一个 这个设计让人有些困惑 键盘的背光是四区域的RGB 可以自由切换颜色 过度效果自然 亮度也还行 不过键盘打字的手感就差强人意了 几乎没有什么段落感 回弹也不够灵敏 如果可以 我建议还是接上外摄来用 机身左侧有一个3.0的A口 一个TF卡槽 以及折叠的RJ45网口 右侧是两个5Gbps的A口 尾部有两个雷电4接口 一个HDMI以及电源口 合计3A2C 而且双雷电数量够用 质量很高 接口的布局也很合理 屏幕是一块16比10 1920×1200分辨率 165Hz刷新率的IPS屏 屏幕中心最大亮度是500nit 色域容积103.9%的SRGB 色域覆盖95.2%的SRGB 色温拟合7300K有限偏冷 对比度1187比1 色准方面平均DeltaE1.76%最大DeltaE5.46% 稍差一些 响应速度方面 黑白10.04毫秒 灰阶17.31毫秒 开启OD之后黑白9.86毫秒 灰阶7.13毫秒 但是会伴随着15%左右的过冲 综合来说 虽然我更推荐加400元上那个2.5K屏的版本 但是这块1200P还算是相当可用的 没有低亮度油腻感等影响观感的问题 大家可以安需选择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进入了性能环节了 处理器本次我们选择的是i5-13500HX 6大8小合计14核心20线程 Centamash R23单轮多核心分数 单核1714分 多核心循环分数 第一轮可以达到18779分 随后下滑并且稳定在17400分上下 观察运行状态 处理器第一轮以及第二轮的前半段 可以达到140W功耗 核心温度也逐渐上升 达到了100度 随后的轮次会在短暂触击140W之后 下滑到100W 核心温度稳定在73度上下 这个释放对于i5来说还是够用的 显卡性能方面 RTX4060已经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Time Spy显卡分数10696分 表现不错 FSE得分12522分 Swaposition教室6309分 是4060的正常水平 实际的游戏当中 由于屏幕是16比10的比例 对比16比9 在帧数上会有一定的损失 不过i5加4060的搭配 依旧能够获得很好的游戏效果 1200P下所有游戏的帧数都很可玩 我们也测试了2.5K版本的帧数 其中只有2077和全战战锤跌破了60帧 实际游玩的时候 适当降低画质或者打开DRSS 就会有更好的游戏体验了 如果正在纠结买哪种分辨率的观众 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游戏本也不是只可以打游戏 性能开销比较大的专业项目 我们本次也有测试 Spec Workstation的分数如图 有需要的观众可以参考一下 而在Adobe三件套里 PR 868分 AE 920分 PS 1016分 对比同配置的竞品得分均要低一些 接下来是拆机环节 机器的拆解难度不大 但是要注意 内部的电池没有螺丝锁紧 全靠地壳来固定 开盖之后不要随意翻转机身 否则电池会直接掉出来 电池容量是90Wh PCMark10的续航时间为4小时59分钟 硬盘是1TB的海力士PC801 性能如图 读写不错 内存是一对三星的4800MHz 8G 读写如图 网卡同样是这个价格段相当稀有的Killer 1650i 实测稳定性如图 内印网卡的三大件素质都不错 上方是五热管的散热 两根串联 两根独立 CPU还有一根额外的热管 兼顾外围和南桥的散热 而且不仅热管倾向CPU 红旗的看家本领 刀锋金属扇以及液晶 也只给到了处理器 实测极速模式下 StressFPU的功耗稳定在100W 处理器的封装温度只有72度 相当凉快了 大核频率3.8GHz 小核3.1GHz 调度偏保守 双口则是65W加113W 合计178W 处理器的封装只有78度 大核3.1GHz 小核2.5GHz 显卡的温度则略高一些 核心温度81度 频率2175MHz 此时的表面温度控制得也非常好 键盘区域平均只有33度 而键帽最高温度 罕见地出现在了方向键 但是也只有36度 比一些笔记本的待机表面温度还要低 而且在噪音控制方面 对比我们此前的测试时 红旗对于风扇调度的策略进行了调整 急速模式下的噪音 从原先的6开头 降低到了55.2分贝 实用体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全速模式下总功耗差不多 但是分配策略改到了35加140W 此时噪音62.5分贝 考虑到4060即便在游戏里也很难超过115W 建议日用开急速模式就可以了 不得不说 听人劝吃饱饭 红旗确实在听取用户的反馈 在体验上做了优化 不过现在的策略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即由于散热模组整体倾向CPU 显卡的散热是相对薄弱的 而目前的调度策略 显卡单负载的时候 风扇过于保守了 导致单烤显卡时反而会过热 核心温度达到了86.8度 功耗也撞墙下降到130W 希望能够在后续的更新维护中修复整个问题 好了 详细的介绍就告一段落 我们也照例总结了三条一条点供大家参考 作为相当有资历的老牌选手 红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都有点像中年人逛漫展的尴尬 像我一样啊 虽然有实力 但是产品的思路总是慢市场一拍 稍嫌老气和僵硬 但是在最近的几年 无论是轻薄本还是游戏本 红旗都像是突然开窍了一般 从产品和价格两方面入手 去年是暗影骑士一鸣惊人 性价比爆棚 今年直接让掠夺者下场 在6000价位段也打出了相当好的成绩 也希望能再接再厉 在马上要到来的产品纪里 拿出更好的表现吧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一下 比拔评测试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交流买本性得 帮助电脑小白 确实比拔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